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仿佛闪耀着万道金光 所以被称为金顶 金顶的大小不足三平方米 金顶看似万道金光 实际上是黄童所著 远远望去 感觉金顶随时都会掉下百米悬崖 然而 这座金顶观音店已经屹立于顶峰之上五百多年了 支撑金顶的支架是四根人钊的青石 如此巨大的人钊青石 究竟是如何运到千米绝壁之上的呢 金顶的建造手法 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古人智慧的赞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爱豆的朋友 记得转发 评论 关注哦 别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